据台湾媒体报道,黄晓明终于确定要在10月娶安德勒贝比了 他之前曾说很想到法国举行婚礼,但不见得会公开,强调想保有一些个人隐私 不过他近日被爆料,将在10月1日国庆节当天,趁着亲友可以放廉价时 带百位亲友和贝比一起飞往法国小岛,举行不输给周杰伦结婚时举办的童话婚礼,连求婚过程都爆了光 据香港媒体报道,黄晓明在安德勒贝比生日当天,虽然人在美国和杨妹拍戏 还是费尽心思替贝比准备了一个神秘生日派对,并请来许多女方好友前来助阵 之后就拿出六颗拉的钻戒帅气登场,让当天毫无心理准备的女友又惊又喜 因此他早前被爆出和友人上夜店开唱,身边还有美女做陪的绯闻池 贝比还公开力挺黄晓明,因为当时双方正忙着筹备婚礼 报道指出,黄晓明为了给安德勒贝比一个梦想中的公主式梦幻婚礼 不在老家青岛办婚礼,将前往法国小岛举行童话婚礼 并且他和贝比婚礼的排场规格绝对不输给刚举行完世纪婚礼的周杰伦 就是希望能替女友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且现场将使用大量玫瑰花,粗估花费破亿将有数百位亲友到场见证 据悉,黄晓明这么快确定婚期 就是因为安德勒贝比深得黄爸黄妈喜欢 尤其是妈妈特别喜欢贝比 还没成为正式婆媳感情就好到没话说,几乎无话不谈 女友连买衣服都会问黄妈意见 所以她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被父母催婚 希望她能早日把女友娶回家当媳妇 让两位老人家早日抱孙子 即便当事人双方尚未出面说明 外界已经有许多人准备送上祝福